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汉朝开始 我们习惯称某个皇帝 叫某某帝 比如汉武帝 汉陵帝 汉县帝等的 可是后来到了唐宋时代 我们称呼皇帝都是某某宗 比如唐太宗 唐玄宗 宋徽宗 宋亲宗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同样是皇帝 他们的称呼却不一样呢 从汉代开始 人们习惯用嗜好来称呼皇帝 嗜好就是人死之后 根据他的生平事迹 与品德修养来评定褒贬 给予一个欲含善意评价 或者带有批判评价的称号 嗜好制度起源时间不详 最早可追溯到周穆王前后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取消了嗜好 只称呼皇帝为己事 比如说我们说的秦二世 但是秦朝只经历了两世 就被刘邦所创立的大汉王朝 所取代 刘邦恢复了嗜好制度 得以延续 所以汉代的皇帝又有了嗜好 并且依然遵守之前的规矩 客观公正的评价帝王 做得不好的皇帝 就会安上一个不好的嗜好 以示批评 如汉灵帝 灵这个字其实就是贬义 再比如刘盈 西汉的第二位皇帝 嗜好是孝慧 所以称他为孝慧帝 但是历史上 嗜好为慧字的皇帝 可不止刘盈一个人 为了加以区分 便在前面加上了朝代的名称 所以后人称刘盈为汉慧帝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 嗜好开始变味了 变成了阿谀奉承的戾气 对君王是指包不贬 并且嗜好的字数也越来越多 从最初的一两个字 变为七八个字 到明代的时候 已经是十几个字了 比如朱棣 明朝的第三位皇帝 嗜好是太宗体天 宏道高明 广运 圣武 神功 纯人 智孝 文皇帝 如果这个时候 再用嗜好来称呼皇帝 似乎就有点太复杂了 不能用嗜好 那怎么办呢 就用妙好 妙好是用以歌颂人物的 起源于重视祭祀与敬拜的商朝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 妙好控制得非常严格 只有对国家有功 值得后世子孙永远祭祀的先帝 才能加上妙好 但是魏晋之后 随着嗜好变味了 妙好也跟着变味了 任何一个皇帝 都可以拥有妙好 因为妙好只需一个字 便可表达其意 并且不分褒贬 所以在嗜好滥用之后 史学家便以妙好来代称皇帝 从唐朝开始 都是用妙好来称呼皇帝的 唐太宗 唐高宗 宋太祖 宋神宗 这些称谓便是由妙好而来的 不管是对皇帝称帝 或者是称宗 一定是后人们对他的称呼 皇上在世的时候 绝对没有人这么叫他